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AI新典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2024年美国选举面临的重大挑战 特别是在这个资讯空间中如何导航 随着社交媒体平台的信任度下降 生成是人工智慧的崛起 以及来自外部势力的影响 美国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信息混乱 许多人对选举过程感到无助 甚至选择退出政治参与 我们将揭秘这个资讯孤岛的现象 如何影响选举信任 并探讨选举官员如何在恶劣的环境中 努力维护透明度和公正性 同时,我们还会看看澳大利亚昆士兰的选举情况 虚假信息如何在全球范围内 成为选举过程中的一大威胁 在这个动荡的时代 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出改变 无论是透过评估自己的资讯摄取方式 还是积极参与选举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2024年的美国选举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 即如何在日益复杂和破碎的资讯空间中航行 随着主要社交媒体平台逐渐放弃了信任和安全团队的支持 他们对研究人员的数据访问权限也日益减少 这使得选民在社交媒体上 获取准确信息的能力变得更加艰难 各种平台的崛起 各自拥有独特的政策和用户基础 加剧了信息孤导和回音式效应 生成式人工智慧技术 能够创造出逼真的假图像 音频和视频 正在成为一个新的挑战 为外部势力提供了操控和影响选民的新工具 这个复杂的资讯生态系统挑战着公众对选举过程的信任 导致政治参与的减少 并扭曲了人们对彼此的看法 极化现象无处不在 许多政治家甚至不惜散播虚假信息来达成目的 然而 这种现象也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当我们在网上看到这种扭曲的资讯环境时 便可能错误地将其视为整个国家和社区的真实反应 美国人对于应对这一挑战似乎感到手足无措 Axios的一项调查显示 54%的受访者表示 由于无法分辨什么是真实的 他们已经不再参与政治 这表明不仅超过一半的人 无法区分良好的信息和坏的信息 而且在最需要政治中间派参与的时候 他们却选择了退出 这不仅是个人的选择 也是整个社会的现象 甚至影响到摇摆州的企业 他们因为担心极化对商业运营的影响 变得不愿接待候选人 在一些人选择退出的同时 选举官员却面临着艰巨的任务 需要在这样一个艰难的环境中组织和管理选举 自2020年选举以来 随着前总统特朗普不断散播虚假言论 美国选举的信任度曾经降至历史低点 但最近有所回升 然而选举管理仍是虚假资讯的雷区 持续的挑战和审查考验着选举官员 和志愿者的耐心和能力 北卡罗来纳州的公民社区 正在展现反击的力量 两党官员和当地媒体携手合作 共同揭露和驳斥虚假叙事 他们的努力是为了确保选举的透明和公正 让人们重新建立对选举过程的信任 这样的合作表明 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 沟通和合作是成功的关键 昆士兰的选举活动于10月1日正式开始 但针对虚假信息和不实言论的战斗早已展开 昆士兰选举委员会ECQ正在与各类虚假言论作斗争 从未接种疫苗的人无法投票 到投票机被操控的虚假声称无不令其头痛 在这个愈加部落化的政治环境中 选民需要更加谨慎地进行自己的研究 以分辨真伪 Red Bridge的民调专家Cose Samaras指出 选民往往会选择那些与自身世界观契合的信息 这让不实言论有了资深的土壤 他表示自由党的选民会消费某些类型的媒体 而工党和绿党的选民同样会消费某些类型的媒体 这种媒体消费习惯使得虚假信息能够迅速传播 尤其是当这些信息与选民的观点一致时 Samaras还提到 现在的选民不仅从传统媒体获取信息 还会从播客和YouTube频道等渠道获取资讯 即使这些渠道只是重复主流媒体的报道 这使得信息传播更加分散 真假难辨 昆士兰的选举中 一些极端团体的出现 对选民行为产生了影响 My Place Australia是一个反疫苗团体 声称在全国拥有超过180个分会 其中49个位于昆士兰 这样的团体通过社交媒体推广 为金正石或已被驳斥的主张 拥有众多追随者 对选民造成了潜在的影响 为了对抗这些虚假信息 ECQ利用自己的平台驳斥了一些常见的错误 例如 有人声称昆士兰选举应使用Dominion投票机而被操控 但事实上 昆士兰的选民根本不使用任何类型的投票机 昆士兰大学的Gian Luca De Martini教授指出 AI对选举的威胁正在增长 且越来越难以阻止 他强调 过去我们看到 虚假信息可以在政治选举活动的结果中 发挥关键作用 热点问题 如青少年犯罪和堕胎 已被主要政党用来吸引选民 而小党则利用选民的不满情绪 尽管昆士兰警察局7月的数据显示 青少年犯罪率比去年同期下降了6.7% 但工党在执政三个任期内的犯罪记录 仍然受到反对派和小党的持续攻击 CAT的澳大利亚党CAP 誓言要在犯罪问题上惩罚工党 同时也将目标对准自由党的堕胎问题 堕胎在不到10年前被非刑事化 班大学的助理教授Jessica Stokes-Paris指出 堕胎问题一直是一个情感热点 并且吸引了大量的媒体曝光 Stokes-Paris博士观察到 过去3到4年中 网络内容变得越来越极端 平衡的观点无法获得任何关注 他指出 这太长了 不够精炼 因此 我们看到人们对极端内容的真正吸引力 这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并没有帮助 随着事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昆士兰大学的德马提尼教授呼吁选民问自己 所阅读 观看或聆听的内容是否听起来合理 值得信赖或有意义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奇奇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奇奇 在2024年的美国选举中 资讯空间的挑战 就像是一场现代版的特洛伊战争 只是这一次 木马里藏的是假新闻和不实信息 而不是希腊士兵 如果我们不加以应对 选举中的透明和信任将被侵蚀 这对民主的健康发展是致命的 啊 楚天书 你这么一说 感觉选举就像一场诺雅方舟大灾难势地 事实上 美国人早就习惯于各种资讯的狂轰烂炸了 这不过是社交媒体时代的必然现象 人们总能找到自己的小圈圈 然后互相取暖 这就是人类社会的本质呀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